是的 我在这里呼求 呼吸你的座位 树林的气风吹烂 树心神的白气 期待站在位上为你发光 树林的气风吹烂 前几复兴朗场 赞见神的荣耀 单暂时难 我在这里呼求 等候你的容颜 生力就提醒我们 看见祢荣耀国度 使得我在这里不求 使得来渴望见祢的手 渴望见祢的手 圣灵 圣灵求祭动教会 复兴祢的座位 树林的切放缺满 舍弃圣地的心 既然站在我上 为祢的发光 树林的清风吹来 前几步信仰长 将其神的荣耀 奔战时达 打开街上的门 打开街上的门 时光能力亮光 鲜明的立心 树林的立心 打开街上的门 使得称呼释放能力 更多的能力来 鲜明的立心 天命的立心 得到这时代 我们 我们期待 我们期待 将其神的荣耀 敌旗��祿 后面 赞见神的荣耀 伴奏是大 神的荣耀 伴奏是大 祝你来 你来 祝我们 谢谢耶稣 让我们能够继续能够在你的面前 众人说我明亮晨曦 披带着一切若美辉煌 有温柔有怜悯 天地所有权柄属于我们爱戴的王 高居之高的地 耶稣基督容美君王 在这世上决定将来我们要与他作王 高畅哈利路亚 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他是圣洁为你 勇光却明我们爱戴的王 中人说我明亮晨曦 披带着一切若美辉煌 有温柔有怜悯 天地所有权柄属于我们爱戴的王 高居之高的地 高居之高的地 耶稣基督容美君王 在这世上决定将来我们要与他作王 高居哈利路亚 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他是圣洁为你 勇光显明我们爱戴的王 我爱戴的王 爱戴的父亲 大靠神 都记得是弥赛亚 耶稣基督 也赛亚 是弥赛亚 如果不佑赛亚 在这世上奸命 你将来我们要与他作王 高居哈利路亚 阿雷路亚 耶稣基督 使命赛亚 阿世上结尾 荣光鲜明 我们爱爱永远 阿世上结尾 荣光鲜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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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世上结尾 我 爱在等我 阿世上结尾 荣光鲜明 阿世上结尾 荣光鲜明 阿世上结尾 荣光鲜明 是的 感谢主 唯有主的爱充满我们干渴的心 让我们用这首诗歌要来回应你 来回应你的爱 唯有主爱充满在我心 我的心里赞美主生命 在此旁望之地充满喜乐之地 向主献上我的爱 唯有主的痛在充满我 我的心里赞美主生命 在此旁望之地充满神节之地 向主献上我的敬拜 祝此我一切丰盛恩惠 我心难以述说 我心里兴起了你 跟随主教走 向主献上我的一生 唯有主爱充满在我心 我的心里喜乐赞美主 在此旁望之地充满喜乐之地 向主献上我的爱 唯有主的痛在充满我 我的心里赞美主生命 在此旁望之地充满喜乐之地 跟随主教走 跟随主教走 向主献上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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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喜乐地 跟随主教走 向主献上我的一生 我心里喜乐之地 我心里喜乐之地 你能委婉待世的爱情 一点远离 我看见你在哪里 等候着我回去 你微笑着说 我单属于你 我想这就是你给的爱情 你的香气 如同你的生命 将被万民告据 你的气息 就像你的胜利 依止你的百姓 你的香气 如同你的爱情 恢复枯竭心灵 你的气息 就像你的痛在 充满奇妙的爱 我们姐妹一起来 一点远离 一点远离 我看见你在哪里 等候着我回去 你微笑着说 我单属于你 我想这就是你给的爱情 你的香气 如同你的生命 将被万民告据 你的气息 就像你的胜利 依止你的百姓 你的香气 如同你的爱情 恢复枯竭心灵 你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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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你的痛在 充满奇妙的爱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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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香气 正在满眼 神明熟悉 耶稣香气 耶稣香气 正在兴起 疫情 静你 Moż自然而非常 mentioned 全部甸辩架了 We can see 离癒 神明熟悉 耶稣香气 神明熟悉 耶稣香气 正在兴起 神明熟悉 神明说悉 耶稣香气 神明期 你的 am 옛날 是祢 是祢 你的相機 如同祢的聲音 將被萬名高舉 祢的氣息 就像祢的勝利 總是祢的百姓 你的相機 如同祢的愛情 恢復苦戒心律 祢的氣息 就像祢的痛在 充滿奇妙的愛 是的 耶穌 我們謝謝祢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所仰賴的就是祢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離了離我們就不能做什麼 是的 主啊 當我們不再自信的時候 而是把信心放在祢的身上 主啊 這樣子我們的膽子會變得柔和的輕生 謝謝耶穌 Hallelujah 謝謝耶穌 祢是要請你墡下痛在 在祢自命的敬拜中 求祢顯出榮耀 在祢自命的讚美中 我要看見 我要看見 如同墨西看見祢的榮耀 我要看見 我要看見 這時代要看見祢榮耀 也不要看見 也不要看見 求祢 求祢 將下同在 在祢自命的敬拜中 求祢顯出榮耀 求祢顯出榮耀 在祢自命的讚美中 我要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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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墨西看見祢的榮耀 我要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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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見 祢自命的榮耀 我們不想 祢的運 求祢能在我們 我們學得 祢的運 求祢憐命我們 求祢 你与我们同心 是我们的爱心 在你一起 梦恨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扶着多谢 看见你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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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着多谢 看见你的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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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我们要看见 主啊 我们要看见 祢的荣耀就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 祢的医治的恩高 也领到我们的当中 因为祢是真神 祢是活神 主啊 叫我们的心 全然在祢的面前仰望祢 因为祢是慈爱的神 主啊 祢是怜悯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的心来到祢的面前 欢喜快乐 主啊 求祢祭奠祢的百姓 叫祢的百姓全然顺服在祢的里面 叫我们的心说 主啊 我们要看见祢的荣耀 主啊 祢的荣耀就在我们家庭当中 就在我们生命里面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赞美祢 主啊 我们再次向我们的神说 主啊 我要看见 主啊 我要看见祢的荣耀 哈利路亚 主 谢谢祢 我要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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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要看見的榮耀 我要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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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神說 你要看見 就是他 要看見的榮耀 當你用信心選擇的時候 你就要看見 我要看見 我要看見 就是他 要看見你的榮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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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是的主 我們要看見 因為你已經在我們的當中 主 謝謝你 求主來伺服 今天晚上的聚會 從頭到尾 主啊 我們看見你的榮耀 就在我們的當中 神的靈與我們同在 叫我們歡喜快樂 我們所敬拜的神 謝謝你 你仍然活著 活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奉耶穌基督寶貴的聖名 Amen 感謝主 我們請坐下來 在我手上有一個新人 今天我們很高興 我們有Sherman 她的姊姊在我們的當中 Marine 我們歡迎你 我們歡迎你 還有那個Nephew Ryan Hi Ryan 我們歡迎你 太好了 我們今天有新朋友 在我們的當中 還有沒有 沒有介紹到的沒有 都認識嗎 最後面那位來過嗎 沒有 沒有 就坐在那邊 我以為她是新的 你看 換一個位置 我就看錯了 對不起 對不起 感謝主 我們彼此請安好嗎 我們跟新來的朋友 說新的朋友 來到我們的當中 我們要跟她說Hi Ryan 我們歡迎你 Ryan 我們歡迎你 我們歡迎你 忘記介紹你了 Ad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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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為新朋友祷告 祝福好嗎 讓我們今天能夠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特別將Marine這個家庭 帶到主的師恩寶座前 我們一起伸出我們聖結的手 我們往Ryan來禱告 我們一起來同心 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將那個Marine的家 還有Ryan 帶到主師恩的寶座前 因為我們相信 主你是祝福的神 今天他們來到我們的當中 不是偶然的 喔 主啊你的靈就在他們生命當中 尤其你在Ryan這個孩子的生命裡面 主啊你給他智慧跟能力 主啊你給他口中能夠說出他想說的話 主啊感謝你讚美你 主你讓死人復活的神 你也可以醫治這個孩子的病 Hallelujah 主我們感謝你 主我們讚美你 因為你是奇妙的測試 你是偉大的神 所以奉主的名來祝福這個家 主你將喜樂跟平安賜給這個家 感謝恩主謝謝主讚美你 奉耶穌基督寶貴的名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感謝主 God bless you Ryan OK 希望他聽得懂我講火鍋語 好那這時候我們請慧玲姐來幫我們弄這個powerpoint 我們要看周報的報告 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平安我是Sherry 讓我們一起來關西本周重要事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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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示範爾自由特會 將於6月21號 週五晚上八點 從週六下午十點到下午四點 邀请温理智牧师主讲 敬请弟兄姐妹踊跃参加 借神七零的借健康生活讲座 将于6月23号 祝日下午1点半到3点 最终会堂止心 星辰时空 邀请您及社区的朋友们 一起来参加 儿童事故报告 即是7月8月 储教清经得老师 即助教敬邀 弟兄姐妹踊跃参与儿童事故的服事 详情请翘入 一日章题讲座 将于6月22号 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半 执行特邀台北争议坛 杨林雅牧师主讲 接教会面临的危机 看教会复兴与国家转化 台湾西海岸短栓募款职业 将于6月22号 周六下午4点开始 在圣家谷罗神基督教会 执行专为台湾西海岸大甲短栓募款 也是 以上是本周的实习报告 更多相机内容情产月周报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代表 为教会祷告 请为台湾VBS短生队祷告 今年一共有10位成员 在台中关爱日浦里台风 台灵英语营 为他们的准备工作 身体健康团队搭配日当地 通过合作祷告 为中会坛的专修计划 祷告 求神让我们可以在 今年秋天以前完成 对中会坛的专修更新计划 为寻找英文学生施工传道 祷告 求神为他教会 兴起合适的工人 就是我们仍然同心 一起来为带导事项 来向神所求 这时候我们同心 一起来向我们的主来祷告 主要感谢你让我们有祷告的权柄 特别将2020的华人猜传大会 求主来带领一切的规划 能够顺利完成 主要我们为着回台湾宣教的短宣队 他们的VBS 求主帮助他们这些青少年 他们在带领这样的一个program的时候 一切能够顺利 无论他们在这里的预备工作 或者他们的身体状况 团队的搭配 主啊 求你都与他们同在 特别也将这个英文堂 中堂他们需要有那个装修计划 求主让他们在预备过程当中 有神的灵来带领 祝福这个英文堂的remodel 一切都能够顺利 感谢恩主 我们也需要一位讲英文的 能够带领这个英文事工的辅导 求主将这样的工人来带到我们的当中 或者兴起自己的年轻人 愿意起来服侍神 主啊 谢谢你 特别将有病的带到主持人的宝座前 求主你纪念丁召生长老 他需要你特别的恩典 当他在做治疗当中 求主给他有足够的体力 来面对这样的化疗 感谢主 也为着典誉师母祷告 主啊 他将要进入第三期的化疗 求圣灵仍然与他同在 主啊 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知道你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的神 你必要在今天晚上 你要得着你自己的荣耀 感谢主的恩典 谢谢主恩 我也把我自己带到主持人的宝座前 主啊 我们求圣灵自己来讲 你讲你自己的话语 主啊 我的道准备好 可是我要靠圣灵的力量 方人成事 求圣灵自己亲自 就在我们的当中 来掌权居首位 谢谢主恩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感谢主 好 现在有一个特别的报告 明天是什么日子呀 父亲节 那我们当中有做父亲的 请你们站一起来好吗 做父亲的 感谢主 我们有这么多位的父亲 在我们的当中 那我们请那个年轻的 陈乐还有Grace 还有你们年轻人 你帮忙发一下 我们要给父亲的礼物 还有年轻的 来帮忙发礼物 给这些做父亲的 好 在后面 慧玲那边 好 还有你是年轻的 还有谁呢 很嬷嬷哦 可以啦 好 帮忙 帮忙把礼物 发给这些做父亲的 然后我们也要来祝福 每一位做父亲的 要说什么 父亲节快乐 好 这边也有 都发完了 都发完了 太好了 好 请父亲仍然站着 那 父亲仍然站着 好 旁边的兄弟姐妹们 你们为他们祝福 我要为他们祝福 好 哈利路亚 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主啊 你赐下父亲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在一个 美满的家庭长大 这时候我们特别要奉主的名 来祝福每一位弟兄 这些做父亲的 主啊 你要加恩典给他们 加力量 智慧给他们 好 叫他们做一个 很好的父亲 主啊 他们的家 要延续价俱 就是因为有好的父亲 他的儿女是蒙福的 也要被神来祝福 感谢主恩 谢谢主 谢谢耶稣 你祝福这做父亲的 能够在主的里面 能够完成神 交给他们的托付 他们要 不但要做家里的祭司 他们也要成为儿女的祝福 感谢主恩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来祝福他们 阿们 感谢主 感谢主 好 请坐下来 好 这时候 我们要来传讲神的话 因为明天是父亲节 所以今天晚上 我的正道 也是讲到一个做父亲的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有人说呢 母亲是什么 是家庭的心脏 一个家没有女主人 是不行的 但是 但是 一个家庭的男主人 一个父亲的角色 是更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家之主 因为他要负起责任 他要养育儿女 他也要培训他们 也要关爱他们的孩子 那有一位呢 基督徒的作家 他说 我在一个最伟大的家中长大 他讲什么话呢 他说 因为 我有一位 非常了不起的爸爸 我很想念他 因为呢 他是一个好男人 他说 真正简单的男人 因为他非常的忠诚 永远爱我的妈妈 那永远供应孩子们的需要 他只有讲这样子 他说 我爸爸 非常伟大 好 那这么伟大的爸爸 这么了不起的爸爸 就是这么简单呢 第一 就是对家忠诚 然后 非常爱太太 第三 供应孩子们的需要 就这么简单 他就是一个好爸爸 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上帝 你赐给我们一位好爸爸 帮助我们的家 求主来赐福 世上的每一个家庭 都是美满的家 感谢主 你用你的话 来造就我们每一个人 求主这时候 与我们众人同在 叫我们用尽钱的心 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好 那这里说一个父亲的生活 他的行事为人 他的行事为人呢 或者是他的事业啊 工作有成就呢 足以让这个儿女呢 引以为傲 的确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今天要跟所有的做爸爸的说 你们辛苦了 真的不简单 要撑起一个家不简单 要做一个好男的好爸爸更不简单 所以你们辛苦了 刚才忘记讲 我们跟爸爸拍拍手好了 真的不简单 是 那一个好爸爸 道德品性 做得好 成为儿女们所敬重的 那如果一个爸爸呢 做得不好 自然 儿女没办法来敬重他 在箴言 这个十七章第六节讲到什么 子孙为老人的冠冕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是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的确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你怎么做呢 儿女都在看 你是不是孩子们心中的好爸爸 还没有孩子的年轻人 你们要记住 将来你们要成为好爸爸 好不好 好 孩子们心中的爸爸是什么 最好爸爸是全人的 Superman 有一个笑话 到底怎样的一个先生 才是太太心目中的一个好先生呢 那太太认为 第一 这个先生一定要会赚钱 这个很实在嘛 对不对 一定要把家雇好嘛 钱也是非常重要 第二呢 回到家里 不能只雇 怎么样 看电视啊 看报纸啊 或者是袜子一丢就乱丢的 最好先生是爱干净的 会整理家的 第三 回到家里呢 也会帮忙做家事啦 因为 现在 一定要两个人上班才可以 所以 太太也蛮辛苦的 也上班 所以呢 当你回到家 你也帮帮忙嘛 洗洗碗啊 衣服也帮洗一下 或者帮忙整理家 这是太太所希望的 好 第四点呢 大家吃完晚餐啊 或任何一餐啊 还有剩菜啊 好多啊 最好先生通通把它吃掉 为什么 先生胖没有关系啦 太太最好保持苗条 所以最好先生 能够把剩菜吃下去啦 才不会浪费 这是一个笑话 你说太太这样 这样好不好 好 太太当然说好 对 心目中的先生 如果这样最好 记得女儿一睡的时候 我去上大夜班 我去做witches 做服务生 做大夜班 那当然 女儿是我先生照顾的 然后 我先生晚上 就要带着女儿睡觉啊 所以她也会喂奶啊 换尿布啊 到越来越长大 要帮她梳头 可是梳得很难看就是了 梳这样子 那她真的是帮忙孩子 她后来又有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呢 她就一起帮忙带大 因为我做了15年的服务生 那先生表自由业 所以两个孩子都是 让她帮忙在上下课 对 她陪孩子说话 她很会跟孩子说话 孩子下了课 一定呢 会先问什么 爸爸在哪里啊 那其实我们家里的角色 刚刚颠倒 对不对 其实如果妈妈是家庭 父女的话 孩子回来一定找妈妈 这是一样的道理 那有时候我故意问孩子说 你到底爱爸爸还是爱妈妈 他们都会跟我说爱爸爸 其实我心里没有酸酸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真的 的确孩子都是她带长大的 因为我一直忙上班 我也没办法照顾他们 而且她对孩子有耐性 我对孩子没有耐性 我跟孩子讲话就是骂他们 所以为什么我女儿会气我 就是这个原因 好 那感谢主 那还有呢 孩子呢 每次问说 爸爸 我可以买这个吗 我可以买那个吗 我老公都说 没问题 都买给他们 那如果找妈妈买呢 妈妈都说要考虑 我们没钱不可以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所以你说孩子要找谁啊 找爸爸 但是我心中有一个 complain是什么呢 我老是问他说 你有问题耶 你太溺爱小孩了 然后呢 因为他的原生家庭 他要什么没有什么 所以呢 他觉得 他做父亲的 他一定要让他儿女 开开心心的 有钱可以用 这样子 所以我说 你要不要祷告啊 你需要内在一致 我常常告诉他 你不正常 你知道吗 可是他就是 一直这样溺爱小孩 好 再来呢 我们看到 父亲应该爱他的儿女 因为圣经103篇 诗篇讲 说什么 父亲怎样 邻去他的儿女 耶和华 也怎样 邻去敬畏 他 每次我们 谈到父亲的时候 我们都以父亲爱而民 就像神爱他的百姓一样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称阿爸 这个希伯来文叫爸爸 那表示我们父子的关系 信任的关系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可以称为上帝的儿女 这是多么的奇妙 圣洁又公义的神 竟然呢 允许我们这一群有罪的人 可以称这位神 说什么 爸爸 阿爸 这就是上帝的奇妙 他让我们看见 借着世上父亲的爱 让我们可以体会 天上父亲的爱 就是这么奇妙 是 所以做父亲的 要有爱 并且呢 要尊重妻子 因为爱妻子呢 是家庭幸福的 基本原则 父亲对待妻子的方式 肯定会对孩子 产生很大的影响 有一群研究 这个儿童成长的专家 说什么 他说 父亲能够为儿女 做的事当中 最好的莫过于 尊重她们的母亲 儿女要是 看出父母互相尊重 彼此相爱 就会有安全感 我看了 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很有同感 所以呢 这里让我们看到 一个做丈夫的 你要多爱妻子一点 家中的气氛 一定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回家 太太会煮 更好吃的东西 给你吃哦 但是吃了以后 一定要说什么 真好吃 不然下次就没得吃了 如果你再嫌弃的话 你下次就没有东西吃了 这里让我们看到说 原生家庭的破裂 影响最大的是谁 就是你的儿女 儿女是最可怜的 她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是会带来伤害的 可见呢 美满的家 对孩子是何等的重要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父亲的使命是什么 在圣经与佛所书六章第四节说 你们做父亲的 不可以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 和警戒来养育他们 如果你没有看圣经 你就不知道这一条诫命 因为我们在台湾啊 或者在大陆啊 我们一定教小孩子 因为我们习惯父母亲教我们嘛 所以我们对儿女 也是用这种方式来教他们 可是是行不通的 我们一定不可以惹 我们儿女的气 那这里让我们又知道什么呢 我们一直在听道 每个礼拜来到教会听道 我们一定要行道 所以呢 我们要以身作则 还有遵守和实行主的道 然后给儿女做一个好的榜样 有一句话说 上不正 下凉就歪 对不对 所以做父亲呢 你整天讲了一个 不好听的粗话 三字经也好 又骂孩子说 你不能讲脏话 你说他会听吗 说不一定有一天 你这个孩子跟你生气的时候 还骂你呢 因为他常常听 他就口就出来了 是 然后或者你叫一个青少年的孩子们说 你不准你抽烟 可是呢 你自己在抽烟 你说叫得动吗 说得动吗 根本没办法 是 可见呢 父亲的形象 是会影响儿女 一生为人处事的态度 也会影响他们怎样来对待他的家人 所以呢 所以呢 做父亲的 你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 可以怎么样 给儿女有很深很深的影响 所以父亲的角色是这么重要 你要不要跟旁边的人讲说 做父亲的角色非常重要 真的不容易 是 在春安吉记二十章十二节说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女神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那我们一起来读上面 那个以佛所书六章一到二节 来 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顺从你们的父母 因为这是正当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亨通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待应许的诫命 好 今天无论你是做父亲的 或者你是做儿女的 你都要记住这一个经文 我们也要守住这个诫命 因为神说 这是待应许的诫命 我们不是常常在求神给我们健康吗 给我们身体健壮吗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长寿 我们长寿可以祝福我们的下一代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的父母亲还在 你一定要孝顺他们 他说这是第一条诫命的 带有应许的诫命 那如果你的父母亲已经不在了 你自己做一个好父亲 那你的祝福也会临到你自己的家 是 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 你必蒙福 你必亨通 你幼长寿 这样好不好这样的应许 一定是好 对不对 是 所以做父亲的 你一定要以身作折的给你 儿女们看 这里有讲到好几年前 不小心曾经跌了两次胶 脚都肿起来 然后呢 现在没有啦 都大概两年前嘛 当我在走路 显雄就会跟儿子讲说 赶快给妈妈牵着牵着他 我心里想说我又没有牢 没有那么牢何必牵 可是我知道我先生的意思 他要让儿子知道说 你要孝顺妈妈 因为他曾经跌倒 你要帮他牵着 让他不要跌倒 感谢主 因为常常这样的教儿子要怎么做 所以呢 最近呢 显雄不是做骨神经痛吗 然后他常常要一下 一下赶快 如果不舒服就要赶快 躺在床上这样 就会比较舒服 那过去呢 他也常常告诉儿子说 你在哪里啊 常常问他在哪里 所以现在儿子每天回家 先打电话 无论多晚 九点八点 或者有时候十一点才回家 他会打电话说 我现在要回家 然后我们就说 好赶快回家 我们准备什么好东西给你吃 他就 我说你要开车平安哦 每一天都这样子 他真的每一天就打电话回家 说我现在要回家 你知道我儿子今年几岁吗 七月四十二岁 然后他回家以后 他会到房间 看他爸爸 睡觉了没有 爸爸还没有睡觉 他就会来 把爸爸的脚拉一拉 为什么 因为说拉脚会好吗 好像运动嘛 因为压到神经 把他双脚拉拉拉 然后再来 我看得真的是 也好笑 也欣慰 怎么样 他会趴在爸爸的胸前 然后再说 爸爸我要去睡觉了 他真的每一天都跟我们讲 他要睡觉了 困难这样子 他会跟我们抱一抱 才去睡觉 这是什么 这就是 常常跟他这样说 他常常就这么做 然后做变成习惯了 每天要抱着我们去上班 每天回家抱着我们说晚安 我真的非常感动 我说显雄教孩子教得不错 因为他常常一直跟他讲 一直跟他讲 我曾经讲过 有一次他问儿子说 你要爸爸怎么做 你跟我说没关系 爸爸会做得更好 他说爸爸你不要打电话 一直找我 他一直找他 一直找说 你今天去上课怎么搞的 你怎么人不在学校 他说爸你不要一直找我 他就从手机又知道他人在哪里 所以有时候他现在跟他的未婚妻 在一起的时候 有时候想打电话给儿子说 你怎么还没有回家 后来想想不好意思 要结婚了 还一直查起你到底在哪里 我说你不要这样子 儿子长大了 四十几岁了你还这样对他 真是 但是这就是父母亲 做父母亲的 你的儿子到八十岁 如果你是快一百岁 你要认为他是孩子 对不对 我们做父母亲就是这样子 我们一直在担心我们的孩子 但是我们一定要先做好儿女的榜样 然后爱儿女使儿女得福气 感谢主 这是显雄他带儿子 故意去扫墓 然后叫他来你帮这个你做这个 然后去给祖母啊 把他的那个墓地啊 把他弄干净 其实你知道楼西湖都弄得非常干净的 可是他还故意带儿子去 然后就在那边扫墓扫墓啊 就无论哪一天有空就叫他一起去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模样 让儿女看 所以将来你也要这样对我们哦 对不对 其实这个教导就是让他知道你要怎么做 这里让我也可以跟你讲到一个说 虽然你的延伸家庭常常让你失望 但是你也可以做一个愿意被改变的好爸爸 有人很厌恶他的父亲 为什么他的爸爸常常打妈妈 也常常打他 结果他结婚以后 他的脾气竟然跟老爸一样 他也怎么样坏脾气 他也打太太 也打孩子 为什么 因为他的延伸家庭就让他 这个是应该的 这个就是一般的家庭 这是家庭的悲剧 这是家庭的悲剧 在大约2000年 2001年我忘记了 我跟惠玲两个人去扭折西 我们去受训这个叫内在医治的课程 在中餐吃饭的时候 竟然有一个弟兄坐在我对面 突然间他自言自语地说 我很讨厌今天的讲员 我说哇 这个人怎么搞的 他讲得很生气 然后呢 因为今天讲员讲什么 讲那个权柄 受权柄的伤害 需要内在医治的人 然后他还告诉我说 他这几天来参加特会 在停车场就走来 停车一下坐这里 一下那边 可是就有一个意念不让他进来 他说今天讲员讲得 他很讨厌这个讲员 所以我心中觉得这个人一定有问题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跟你爸爸关系怎么样 你知道吗 他突然大声起来 生气了 他说他讨厌他爸爸 为什么 这个是五十几岁的弟兄 他突然火大 他说我爸爸 我从小他就把他吊起来打 然后他说在学校 老师也打他 哇 所以他心中充满了恨 苦毒 为什么 因为他从小被打 那 我觉得说 哇 他应该来祷告 可是我又不是大会的人 那我住在一个姐妹家里 我说 你来这边 他也认识那个家 我说你到这里来 我可以为你祷告 想不到他真的来了 他来的时候 然后 我就为他祷告 我请他接受上帝的爱 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受 没有感受到父亲多么爱他 所以当他要祷告上帝爱他的时候 他里面其实是充满了恨 虽然他信了耶稣 可是他心中不能了解 这位上帝是多么的爱他 所以呢 当我请他祷告 上帝 我相信你 我知道你爱我 他就开始大吐了 一直吐一直吐 最后 他真的全身软趴趴了 你知道慧玲 他坐在楼梯那边 一直为我守望祷告 然后 我请他赦免他的爸爸 我请他 为他自己 打太太 打孩子的事情 求主赦免他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一个大男人 我看他真的哭啊 又吐啊 真的好可怜 他长在那个家庭里面 连害了他自己的家庭 很辛苦 很辛苦 后来我们在那边 一个礼拜就回来 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 我是没有不知道的 但是在那一天 我真的看到神的手 扶持他 帮助他 才认识这位神 是多么爱他的神 神的手来 医治他心灵里面的创伤 感谢主 还有一位姐妹告诉我说 他的家庭 他的兄弟姐妹的婚姻 他觉得 这个男人都是不好的 后来他来教会以后 他发觉 不是啊 怎么教会的先生 怎么都这么好 他才开始重新认识男人 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所以你说 做一个好父亲 是多么的重要 弟兄啊 你们一定要听 无论是小弟兄 老弟兄都要听 你都要做一个 很好的模样 在以佛所书这边 五章二十五到十八节 讲到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做父亲的 真的要爱妻子 我不知道你们做爸爸的 都做到了吗 还是 我的家庭背景 我的爸爸就是大男人主义 所以我在家也是大男人主义 那么这个是错误的 那这里让我们看到是什么 我知道 我们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是可以改变的 不是说我原生家庭 叫我们失望 我们就这样子延伸下来 就像那个破碎的家庭一样 不是 当然今天我夸奖很多 我老公的事情 那因为他的确做得不错 显雄的爸爸 就是我的公公 他不是一个很好的模范 我记得我们在1968年 恋爱的时候 大概51年前呢 我们开始恋爱的时候 我才跟他出去第二次吧 第三次 他就告诉我说 他绝对不会有老二 就是他不会有小三 其实我听了莫名其妙 我们才刚开始这样子dating 怎么讲到说 要不要老二老三的这样 他到底在说什么 我也搞不清楚 当我们结婚以后 我才知道原来他有四个妈妈 那表示我有四个婆婆 如果我早知道 这件事情 那结婚大概我要考虑考虑了 还好呢 显雄他是那位改变的那一位 因为他不愿意像他爸爸一样 他讨厌他的家有四个妈妈 那我讲起来说 显雄是那个坏的竹子 出好的笋子 台语叫做什么 Pay des chul ho sun 真的 他后来变成一个烦的 他很爱他的家 我说他是溺爱太太跟溺爱孩子 这也不是非常好 但是至少比那个不爱家的更好 是不是如此 对 那跟我女儿从小长大一个叫Grace 他爸爸问他说 你将来的先生 是要怎么样一个人 你知道这个Grace很很可爱 他就说 我要像拉你的爸爸一样 当女儿结婚以后呢 他说 怎么我的先生呢 不像爸爸呢 他什么都不会做耶 那爸爸在家里什么都做耶 我说没有 每一个人都一样 你不要看每一个男人 都跟你爸爸一样 不可能的 连女儿都自己觉得说 爸爸就是结婚将来的先生 要跟爸爸一样 这是很 这是什么 这也是可以感谢主 就是说 他认为爸爸是好的 所以他希望他将来的先生 也跟爸爸一样 感谢主 做父亲的 不但是儿女的榜样 也是要爱太太的好先生 这是给儿女做榜样的 所以做父亲的 要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誓约 家庭幸福的基本法则是什么 婚姻 是爱与尊重 所以呢 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说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刚才说到爱妻子 要爱到舍己 舍弃 舍弃自己的生命 所以这里讲到说 你们不可以苦待他们 你爱就来不及了 怎么可以苦待呢 那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二节说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二十四节更是讲到说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 凡事顺服丈夫 不但要顺服 并且要凡事顺服 你跟太太讲说 你要凡事顺服 先生跟太太讲 你要凡事顺服 那其实在福所书三杯讲到说 夫妻两个人要彼此顺服 两个都要顺服 但是他强调 做妻子的要凡事顺服 多听几遍没关系 我昨天晚上在告诉 这些年轻的夫妻 讲一些夫妻之道 我觉得家庭的幸福 就是你儿女的幸福 在马拉基书讲到说 这个妻子被丈夫所虐待 受尽了委屈 只好到神的坛那边去受苦 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 也不乐意从你们当中 手中受悦纳你们的祭物 他说你们这样带妻子的 神都看见了 神只在看不进去了 看不过去了 因此神不收纳他们的祭物 这就是神不许悦的地方 过去把妻子当作是一种礼物 送来送去的 但是如今神要我们看见 彼此相爱 是 所以我们做父亲的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对待你的妻子 这里也有一个笑话 就是天使跟老虎的故事 不知道有没有听到 有一位天使 他接到很多老虎咬基督徒的控告 他就把老虎叫来说 你怎么一直咬基督徒呢 这个老虎说呢 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来分辨基督徒 所以才会咬到基督徒 那天使说 好 我教你哦 你用闻的 你去闻 如果有基督徒的香气味道 你就不可以咬它哦 然后老虎说 我了解 好 我知道了 就离开了 过了不久呢 又听到老虎又咬这个基督徒的控告 哇 天使也是很生气 我已经告诉了你了 你还这么做 就叫老虎来 就臭骂他一顿 老虎就很委屈地回应天使说 我有一直闻耶 闻闻闻 可是就闻不出来 有啦 后来我有闻到 有一些人哦 嘴巴有基督徒的香气啦 所以我就咬到后来 剩下一个嘴巴啦 很好笑哦 这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 很会说感谢主赞美主啦 平安啦 我们很会讲一些基督徒的术语啦 可是我们做不出来啦 所以我们剩下嘴巴是基督徒啦 还闻一些香味 其他都没有 对不对 这叫什么 听道没有行道啊 所以怪不得老虎要来咬基督徒 是 求主怜悯我们 好 那结论是什么呢 父做父亲的 要带全家来侍奉神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父亲做得好 全家就蒙福 家是神的教会 主的爱在我们的家中 这样还不够做父亲的 还要带领全家来一起侍奉神 其实我儿子会变更好是因为我们一直要求他跟我们一起祷告 所以我儿子真的是这五年来他知道一定要祷告 我常常又提醒他 我常常又提醒他你有没有祷告 他说有 他也是每个逐日都是敬拜神的 可是很多人逐日敬拜神 其实他平常跟神没有关系 我们一定要强调 你要敬畏这位神 过去我们做得不好 儿女小的时候 做爸爸的没有尽责任 现在要骂你了 就是那时候没有尽责 没有带儿女一起来敬拜神 虽然我儿女都四十几岁了 但是感谢神灵敏我们 never too late 就是还没有太晚 让我的儿女都愿意来敬畏这位神 信仰一定要传承 就像耶稣亚说 至于我和我的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父亲是家里的祭司 是儿女属灵的导师 丈夫是妻子的遮盖 今天神呼吁做父亲的 你有没有把儿女带到主的面前 你跟儿女的关系如何呢 我们知道现在的孩子不容易 他们要跟你讲话 你就要感谢主 是不是 有时候你说我们一起吃饭 今天没空 真的很难 你要跟他appointment 要约时间 他才愿意跟你吃饭的 所以我们不要莫名其妙就跑去人家家里 不受欢迎的 这个是美国式的 我们一定要跟孩子 就是说尊重他 对不对 孩子还没有结婚你就不知道 等他结婚了才知道 到底要怎么做父母亲 那时候才是开始 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们都在学习 我们都在学习 我们不像台湾说 哦 路过了就跑到你家去了 他会说妈 我现在在睡觉 你不要进来 你还是要回家 对不对 所以呢 有时候常常路过我女儿的家 我们都不敢进去 我们不知道她在睡觉 还是她在忙啊 她在做什么事 没有跟她appointment 我们不敢进去她的家 这个都是被教导起来的 现在有人开玩笑说 现在到底是你是爸爸妈妈 还是我们的儿女是爸爸妈妈 我跟你讲 被教乖了 你才懂怎么做父母 的确是如此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过去没有做一个家庭礼拜 我没有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今天我们才会失败 但是没关系 我们从失败学习成功 是信仰一定要传承 你一定要做一个好版样 父亲的角色是这么重要 借着父亲的爱 让我们可以体会这个天父的爱 十篇八十九篇说 你是我的父 是我的上帝 是我的拯救 我的磐石 如果你认清楚 这位神是你的天父 你是不缺乏的 你可以把你的事 带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 是 诗篇一百零三篇讲到什么 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有怜悯 他有恩典 他也不轻易发怒 却有这个丰盛的慈爱 他说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 也离我们有多远 感谢主 他就是这样的爱我们 刚才我提到 父亲怎样聆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要怎样聆续敬畏他的人 这就是天父的爱 这对我们 神对我们是没有责备的 因为他不嫌弃我们 其实我们都是常常在犯罪的人 我们需要这位神的爱来怜悯我们 感谢主 他是 施恩 赐福我们的神 感谢主 所以最后就是 做父亲的要转向天父 我们全家转向天父 我们全家就蒙福 别忘了 我常常在讲 末世快到了 耶稣快再来 这个马拉基书四章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来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天地 这个经文是何等的重要 他说家庭和睦 不只父亲转向神 做母亲的也要转向神 做儿女的也要转向神 如果家庭是这样的话 一定是被蒙福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如果这样家庭和睦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如果你家庭不和睦的话 一定是被咒诅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被蒙福 我们一定要和睦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今天做父亲的 第一要好好的防省自己 你做好父亲的没有 所以你的家是要被祝福的 还是要被咒诅 跟你有非常大的关系 再来你可以改变 你不要一直说我不能改变 我们一定要被改变 因为你愿意改变自己 你的家就蒙福了 那做太太要不要改变 要 因为你的改变 你也祝福到你的先生 所以我们全家都来改变 所以我们全家都来改变 家是夫妻一起要努力的 一起要经营的 让我们一起来转向上帝 让我们全家都蒙福 免受这样的祝福 Amen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请敬拜团队 我们要唱一首诗歌 每天我的需要你 还有我们为收奉献来祷告 主啊我们来到你师恩的宝座前 主啊你的话语 孩子已经讲了 其他的求主的圣灵 自己来感动你百姓的心 明天是父亲节 求主特别加恩典给做父亲的 主啊今天晚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改变 我们都要来成为这个家的祝福 求神的灵帮助我们 现在我们用这个奉献来敬拜神 求主来洁净 这些我们所奉献的钱 祝福神你所要用的金钱 要使用在哪一个地方 宣教也好 或者主你要放在帮助穷人也好 求主你都与我们同在 主啊谢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需要你 求主的恩典 奇妙的作为 在我们生命当中 叫我们众人都成为荣耀主的生命 谢谢主恩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感谢主 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贪然无拘 让我贪然无拘来到十万座前 用心里尘世寻求你 亲爱的天赋 我何等地需要你 需要更多你的同在 在我生命 让我贪然无拘来到十万座前 我们起立来到十万座前 我们起立来到十万座前 用心里尘世寻求你 亲爱的天赋 我何等地需要你 需要更多你的同在 在我生命 每一天 我需要你 你化欲如干粒 每时刻 我需要你 神灵露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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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灵露能过 我需要你 神灵录与家里 这是我的祷告 愿望生命等等 归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呼求 每天都跟爱你 我不是去记住了你的心 这是一个祷告的时间 今天神的话有没有感动你 你是否跟神说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来帮助我 尤其你是做父亲的 你要担起做祭司的责任 要邀请你的太太 每天一起祷告 甚至于要把这样的信息 传给你的儿女 有机会就叫他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仰望神 你的生命是否愿意来荣耀这位神 当我们一起在从头开始唱的时候 就是你踏出你的脚步 来到神的面前说 主我愿意 我愿意改变我自己 请弟兄 请弟兄都来到前面 做太太太的 做太太的也陪他们来到前面 这是一个家庭的祭坛 这是一个家庭的祭坛 家不合会被神家笑 家和万事兴 你愿意让神来带领你 帮助你们 这时候你们移动脚步 来到神的祭坛 来祷告 还没有小孩的 你已经结婚的 也要来祷告 求神帮助你们 将来你们的家 要成为一个有神童在的家 要成为一个祭坛的家 先生没有来的 你可以出来为人祷告好吗 那个宝珠节 还有那个定红嫂 来你来为我们的 为兄弟姐妹来祷告 还有做小组长的 来请你们出来为人祷告 感谢主 我需要祢 祢化愈如甘霖 是的 耶稣我们谢谢祢 每时刻 我需要祢 主啊 感谢祢 祢努于甘霖 每一天 我需要祢 祢化愈如甘霖 每时刻 我需要祢 圣灵如雨降临 圣灵如雨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圣灵是我的能力 圣灵如雨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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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你吹听我的道道 主啊 赞美你 主啊 谢谢你吹听我的道道 这是我的不求 天天都该爱 主啊 谢谢你 永不失去吹出爱你的字 主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要奉耶稣的名来祝福 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兄弟姐妹们 还有今天新来的朋友 还有Ryan 这个小弟兄 主啊 你来祝福他 主 我们看见他需要你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 主啊 求你加恩典给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上帝的好儿女 主啊 做父亲的 要成为一个好父亲 做太太 要成为一个帮助先生的好太太 主啊 感谢你 谢谢主你来赐福给我们的家 使到我们的子子孙孙 愿你的名在我们生命中得着荣耀 主啊 我们感谢 主啊 我们赞美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耶稣是主 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主啊 谢谢你 我们来领受 领受上帝的祝福 主啊 谢谢你 你的恩典奇妙的作为 就在我们家庭当中 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 因为上帝的慈爱直到永远 主耶稣你怜悯我们 Hallelujah 主啊 感谢主的灵 主的灵与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Amen Hallelujah 好 棒 这是我的誇張 尼不神病淡淡 都为荒谣典 editors 这是我的火车 每天都跟爱你 永不识去记住爱你 这是我的宝宝 因我身体淡淡 被容量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火车 每天都跟爱你 永不识去记住爱你 这是我的宝宝 因我身体淡淡 被容量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火车 因我身体淡淡淡 因我们的祷告 永不识去记住爱你的心 感谢主 感谢主 主要谢谢你 谢谢耶稣 祢祝福我们众人 祢吹听我们的祷告 祢一致的恩高也 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感谢主恩 赞美祢 赞美祢 主啊谢谢祢 谢谢祢 谢谢祢打开 这Ryan的脑 他的思想 他的话语 主啊他的手也要有力量 他的脚也要有力量 他的全能全身都带到主 世恩的宝座前 因为耶稣是主 祢是主 神耶稣的 iss数 祢 thankful é 祢在祢 祢祢 祢祿疼 祢祢 祢祢 祢 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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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ou